現在要教的最後一個內容叫做 電磁感應 電流會產生磁場 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問 那磁場會不會產生電 如果電會生磁 那就會想要問 那磁會不會生電 這是很自然的想法 那就有很多研究 有一位可憐的法拉蒂 做了很多事情 他試著這樣做 然後把線圈接電池有電 然後旁邊放導線 然後接通電 沒有 然後呢 把那個導線去穿過線圈 沒有 然後呢 把那個導線也變成線圈 線圈去線圈跟線圈 還是沒有 還要做了一邊都靈魂通通 沒有 對 最後 終於成功了 這邊 這邊 另外一邊通電的時候 通電的瞬間 欸 有一個有電流出現 這兩個是磁場 壓壓壓的時候 欸 電流有產生了 有始就做進一步的研究 就向房家協議提出報告 這五種情況 都會有電流生成 電流會變 池場會變 池場會變 電流沒有變 可是會跑 池場 池鐵沒有變 可是會跑 導線會跑 反正總而言就是什麼意思 要會變 要會變 要有變 要會變 要有會改變 那就會有電流生成 這叫做電池感應 電池感應 啊 擺在這裡不動 不會有電流 靠近 就有電流 接近 池場有變化 遠離也可以 但是接近跟遠離方向會 相反 這當委的重點 他的電流方向向他 當委的重點 這叫做電池感應 啊 如果池場有變化 就會生感應電流 如果線圈內的池場 會發生變化 就會產生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叫做 感應電流 他叫做感應電流 這個東西叫做電池感應 電池感應 請注意 只要有電流 就會有池場 只要有電流 就會有池場 但是必須要 池場發生變化 才會有電流 如果池場沒有變化 有池場也不會有電流 所以是池場要有變化 才會生感應電流 不會是感應電流 所謂的池場變化 在物理上的說法 叫做池通量發生改變 池通量用國中生理解的方式 就是垂直穿過去的磁力線樹木 可是我們 國中不像膠 我們用看的 用感覺的 這個有靠近 那個有遠離 所以表示池場有變化 表示有變化 有一個情況會用到池通量 可是我們也沒有明示 就直接告訴你 結果 結果接下來就好 待會我們後面會提到他 好 我上次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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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場發生變化 所以有感應電流 那誰會給我池場 我上次問過 誰會給我池場 我們應該要找 二三 誰會給我池場 蛤 池底還有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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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 有電流的導線 除了池場 誰會給我池場 請坐 你們兩個都是個 你們兩個都是個 彩流 天然磁鐵 然後電流 電流磁效益 或者說電磁鐵 還有地球 基本上 以我們現在看 我沒有辦法 改變地球的 磁場 所以這個沒有 可是剩下兩個 我都有可能 可以使它發生 變化 然後就會有 感應電流 那請問你 怎麼讓它變化 比如說我旁邊有個磁鐵 怎麼樣讓我磁鐵的磁場有變化 比如說我旁邊有個電流 怎麼讓那個電流的磁場有變化 你們至少應該會兩種 我會講三種 但是你至少應該會兩種 哪兩種 這樣會會變化 讓那個 我旁邊有個磁鐵 怎麼樣磁鐵磁場有變化 我旁邊的電流 怎麼讓電流磁場有變化 十六 把電流改變就好 改變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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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再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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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說 我不能說 我不能夠說 你是錯的 本來是A磁鐵 換成B磁鐵 就是有變化 那可以 那你通常不會這樣做 因為 就擺那擺好了 不會換啊 那可以怎麼做 靠近或遠離 距離會改變它的大小 靠近或遠離 或者是 電流產生磁場 改變電流大小 或者是 方向 還有一個 轉圈圈 轉圈圈是 剛剛講過時通量 轉的時候 垂直的數目會發生變化 所以我剛剛講的時通量 我們後面會交到一個在轉圈圈的 轉圈圈的 轉圈圈 就會有變化 OK 就是產生變化的方式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請問你 開關按下的瞬間 時針 減流計 減流計會偏 就表示有電流 減流計不偏 就表示沒有電流 減流計不偏 按下去的瞬間會不會偏 按下去的瞬間會不會偏 減流計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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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沒磁場變成有磁場 所以縣圈內那邊就從沒磁場變成有磁場 叫磁場有發生變化 所以就會生感應電流 所以當然會 按下去瞬間有電流 保持按在那裡 保持在那邊持續接通 會不會有電流 持續接通會不會有電流 會不會有電流 我會 你們做 持續接通 為什麼 持續有電流就持續有磁場 穩定電流就有穩定磁場 就表示磁場沒有發生變化 沒有磁場沒有變化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不會偏轉 按下去的瞬間有 那斷開的瞬間有沒有 斷開的瞬間有沒有 28 有 請坐 我 斷開瞬間就從有電流變成沒有電流 所以線圈就從有磁場變成沒磁場 就表示磁場有變化 就會生感應電流 所以會偏轉 這個是考試有問過的題目 重點就在說 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產生感應電流 有電流就有磁場 但是必須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生 感應電流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